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周五中港股市全面飙升 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涨 因为北京公布了最新的防疫政策20条 这20条的内容可以说是疫情以来 对防疫规则的最大改变 其中很多条与外媒在前几天的披露相一致 其中与老百姓关系最大的几条改变就是 入境7加3隔离改为5加3 回国前的核酸检测有两次改为一次 航班熔断被取消 第一入境点完成隔离后 不得在第二目的地再次隔离 之前国内的很多朋友也常常抱怨 为什么入境措施一直在放松 而国内的防疫措施却不放松 这一次的20条对国内的政策也有了很多的改变 首先取消了国内用了几年的高中低 三种风险区的分类 而改为高低风险两档 并且强调风险区要以楼为单位 不得扩大 这就杜绝了动不动要封小区的情况 其次20条强调要加大整治力度 治理层层加码问题 还首次定性 之前使用的一天两检 一天三检为不科学的做法 全员核酸也只能够在底数摸不清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另外国内每次疫情爆发就导致上万人被转移 原因就是国内不单要抓密接 还要抓次密接通通去隔离 那么这一次20条首次提出不再判定次密接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将会有很多人不再需要被隔离 而且对密接人员的隔离时间也由7加3缩短为5加3 对于这一波重大调整 作为现在疫情中心的广州市 周五立即做出了回应 20条是在周五中午发布的 广州市在当天下午就宣布 即日起落实放宽后的20条措施 解除次密接人员的隔离 并且缩短其余人员的隔离时间 广州市卫健委称 将坚决贯彻落实通知精神 即日起调整密接和入境人员的隔离时间 对目前在隔的次密接人员即刻解除隔离 广州市在前一天新增了466起确诊病例 以及2358起无症状感染病例 是中国本轮疫情中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 那么广州都第一时间放松了措施 这次看来是动真格了 而被关了三年的中国老百姓也终于忍不住了 20条发布之后 旅游订票网站去哪的国际机票顺时搜索量 达到近一年以来的峰值 并且仍然在继续增长中 另外一个网站协程网上 飞往中国的国际航班搜索量增加了两倍 预定量增加了一倍 协程在香港的股票周五飙升17% 酒店餐饮业的股票也受到消息影响直线拉升 其中西安旅游、西安饮食等A股涨停 军庭酒店、精灵饭店等涨幅居前 整体来看A股三大股指全线上扬 上阵指数最高一度收复3100点 最终涨幅1.69% 深圳城值盘中大涨3% 最后上涨2.12% 创业版指数也上涨2.04% 在香港 香港主要的股票指数也领涨亚洲市场 恒生指数周五上涨了7.7% 至17325点 达到3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恒生国企指数涨幅超过8%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超过9% 另外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受消息影响 创下一个月来的新高 上涨了0.71% 报7.1018 在岸人民币也一度飙升1.2% 达到7.0989 所有的市场反应都像中国宣布结束清零一样 可以说是普天同庆 但是在这样的时刻 也有一些专家提醒大家庆祝还为时过早 大大银行的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当局仍然非常谨慎 这20条主要是为了纠正过度防疫 从7天变成5天等微调 看出改变的节奏还是很慢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东燕教授则指出 中国人对新冠的恐惧 在三年的宣传下已经根深蒂固 现在政策变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中国很快进入最后阶段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先解决了中国防疫规则中最混乱的领域 另外香港大学流行病学系主任 Benjamin Cowling表示 中国何时退出清零的最重要迹象 将是取消对整个城市的大规模测试 那么周五刚刚宣布的最新措施 则是要求不得随意进行大规模测试 Benjamin Cowling表示 要结束清零就不要再计算新增感染人数 你只需要专注于对重症患者的治疗 在中国疫情的另外一个爆发点河南 河南省正在动员各地的村干部 为富士康的郑州工厂招聘工人 这一反常的举动体现了当地政府想要保住中国工厂 在苹果产业链中的地位 富士康郑州工厂发生疫情混乱之后 苹果发布了罕见的声明 警告iPhone14的产量将会减少 并且提出中国是否仍然是苹果的理想生产中心的问题 三名逃离富士康的工人向记者证实 过去几天他们接到了村干部的电话 试图说服他们返回流水线 一位工人说 当地的一名干部甚至承诺 如果他同意重返工作岗位 他将获得来自当地部门600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 而富士康此前承诺 还会给返回的员工500元人民币的奖励 村干部还表示 可以负责他们返乡的后勤工作 比如说帮他们订巴士 进行点对点的接送等等 但是这三名工人都表示 他们仍然拒绝了村干部的提议 理由是宿舍卫生条件不佳和经济激励不足等原因 富士康的董事长刘永威本周四表示 郑州工厂正在努力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他对地方当局的支持表示感谢 但是与此同时 富士康也在做两手准备 知情人士透露 富士康未来两年计划在印度的iPhone工厂 大幅增加5.3万名员工 知情官员称 富士康计划扩充位于印度南部的iPhone工厂的员工阵容 增聘5.3万人之后 员工总数将增至7万人 虽然说7万人 与拥有20万人的郑州工厂相比 仍然不到他的一半 但是对努力把生产据点 转向印度的苹果来说 仍然非常重要 富士康在2019年到印度设厂 此后一直加大产能 今年开始在印度也生产iPhone14 另外今天是11月11日 中国著名的双11购物节刚刚落下帷幕 今年的双11显得格外冷清 在疫情之下 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被削弱 购物情绪也深受拖累 双11的所有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 但是已经有数据显示 在11月11号的前12个小时内 阿里巴巴 京东等网上购物平台的整体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4.7% 这是双11开始以来的首次下降 今年的双11 淘宝没有像往年一样 花重金举办双11晚会 淡化了对这一活动的宣传 为了符合习近平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民众也明显感受到 今年双11的气氛 没有往年那么热烈了 分析师表示 今年的商家和平台都不再关注销售额 而是更加关注利润和转换率 本显示预计今年的双11 京东的表现可能会比阿里巴巴要好一些 因为京东在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 等大额产品方面表现得更为强劲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